現在我教大家如何穿魚絲 魚絲的膠袋裡有三條很長的魚絲 如果不夠的話就跟我們說 首先我們拿回剛才已經組好了的手掌 魚絲穿在後面的位置 每隻手指都需要 像我們剛才的橡筋一樣 示範如何穿一隻之後 再穿其他幾隻 首先我們把魚絲 由這裏有1、2、3、4、5個洞 由第二個洞開始穿起 這裏穿過去 沿著那條坑穿下來 你見到穿到這個位置之後 就在這裏沿著這個坑再落下去 落完之後 由手掌就可以過到手 另一手把那邊 那你記住 魚絲你做的時候 就不要跟橡筋搭 即是被橡筋搭 即是魚絲一定在橡筋下面 如果不然呢 你做好之後呢 這樣就有個橡筋 或者手不懂得回頭 然後呢 我們做法就是把這個 魚絲呢 在手掌下面呢 穿出來 然後沿著這條坑呢 這樣穿過去 那穿完之後呢 其實就好像我們穿橡筋這樣 就是打這個裂 那首先呢 就是拿那條魚絲出來先 那拿著魚絲呢 那你最好呢 那你最好呢 就因為這條繩好幼呢 那你拿把項筋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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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然後呢 就這樣夾著這個魚絲 然後呢 就拿一個好像U型那樣 看到啦 然後呢 又是蛋白節 剛才這條繩呢 就是穿過第一個圈 好了 穿過了 然後你可以呢 把你的手呢 本來是這樣拿的嘛 這樣扭一扭先 這樣扭一扭先 這樣拿 然後呢 就這樣夾著這個魚絲 然後呢 把你的手呢 就這樣反過來 看到這個圈啊 把他呢 穿過去 然後拿手呢 夾著它 然後呢 就在這裡拉一拉 那這個雙頭結呢 就這樣呢 很簡單的這樣呢 就搞定了 然後很緊了 好了 整完這個結之後呢 然後呢 可以扭一扭 然後呢 就像剛才我們 打多兩個小葉 下去呢 令到他更加 就是可以好穩 穩陣 一個熱烈 因為呢 我現在零空喜歡一手呢 所以就沒有那麼靈活的 但是你們呢 應該如果擺 把手掌放在桌子上呢 就容易弄一些的 好了 穿出來啦 跟著就是 手夾住它 哈哈 弄到一些冷准 穿出來 對了 然後呢 哈囉 現在穿完之後呢 剛才這樣呢 我們打一個死裂 把這個魚絲呢 由這個穿出來 跟著剛才這樣 手頂住 跟著又扯下來 一個裂 如此類推 跟著又是剛才這樣呢 就扯到 做多一個 就一個死裂了 好了 跟著呢 你後面一扯的話呢 要扯呢 就應該會 對不對 如果你扯它 魚絲一扯的話 你會看到呢 手就會合起來 一放手呢 那這個手就會 伸直的 這樣就代表得了 好了 這裡就是第一條 然後第二條呢 只有兩條 只有三條而已 那為什麼有五隻手指 怎麼分配呢 那記住了 好啊 第一這個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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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指 兩個呢 就要是 share一條線的 那麼這個 這個無名指 和這個呢 尾指 share一條線的 所以現在我們呢 穿過呢 就是穿過那個無名指 先的 好啊 那現在呢 剛才說呢 現在呢 穿過那隻無名指 像剛才的食指 那樣 把魚絲呢 在這裡穿出來 然後呢 拿著呢 然後呢 穿過去 一個圈 然後呢 然後呢 把魚絲呢 把魚絲呢 拿著 把魚絲呢 把魚絲呢 然後呢 把魚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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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死裂 好啊 然後呢 再打個死裂 下去了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很辣緊 妳看到呢 後面呢 就有兩條 魚絲啦 分別就是綁在 食 食指 和那個 那個無名指那裡的 那所以 一咬的話 兩隻就會縮起來 現在要穿第三條魚絲 就是大拇指 大拇指的方向和這邊有不同 首先要放平手 然後我們首先看到這裏 手指弓這裏沿著下去的話 你會見到這裏有個洞 這裏有個洞 沿著這個洞 首先把魚絲披口 把魚絲弄平 沿著這個洞 沿著這個洞 然後把魚絲慢慢放進去 一邊放的時候 你會見到後面那裏出來了 然後沿著這個洞 一直沿著這個洞 沿著這個洞 代表第一個拉繩 拉長它 拉拉拉拉 這裏是剪多了的 所以很長也不要緊 接著回頭 你會見到 又回到手指弓的位 像剛才那樣兩隻手指 把我們那個 慢慢的魚絲 慢慢向前推 一邊這樣推 披口 先剪去 先剪去 將它不斷地向前推 OK 推到這個位 如果它出不來的話 拿一把鉗 把它拿著 一樣道理 我們也是打一個 雙頭鉗先 穿過來 看到嗎 接著呢 就在這個 這樣方向 接著我們 這條鉗要穿過這個洞 所以我們把它拿出來 放下它 接著把它咬過來 這個洞 接著呢 將它 斜直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這個雙頭鉗 就會自己 放得很緊 接著我們 就把那個 打多兩個死裂 下去 第一個 第一個死裂 OK 再打多一個死裂 第二個死裂 好了 那做完了 接著呢 就將這個三條的魚絲 呢 就扯回上去 那你都扯到三條的話呢 你那個手呢 就會這樣向下 一拉的時候 向下 一放鬆就會開開的 這樣就OK了